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囤积东西的人 然后能从冰箱里面 能看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因为我不喜欢说 我下了班之后打开冰箱是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女生的冰箱是什么样子 我们挑几个女嘉宾看一看 这是 这是我的冰箱 专门用来放我自己的小零食 一些面膜什么的东西 因为我看好像没有一个 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这些在我家 那些全是放外面的 你看看这个冰箱 这是谁 这是我的冰箱 这是王雅 因为我是属于每个礼拜 可能周末的时候去超市里面大采购 我会买那种蓝牙打印机 然后把每一个食材 放在这种便利盒里面 然后贴上那种便利贴 这样就不会吃到编织的食物 然后也不会说 每次我不小心量做太多了造成浪费 这个管理能力应该 这太合了 对应该运作一个非常大的家庭 后面是谁啊 就我的冰箱 别有一番风味 主要是吃吃喝喝的 这是我们家冰箱 没有我刚才王雅那么细致 但思路是一样的 也还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我的认知里冰箱就是胃的外化 就你在这里看到的所有东西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都会进入到胃里 不会到胃里的 就不会到冰箱里 对 所以一定在形式上的视觉上 要对自己的胃好一点 谢谢 谢谢